主席,曾主委,各位首长,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主席,我请曾主委 曾主委,你早 主委好,对于退伏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关心的就是农民的照顾 其实农民平均的年龄,因为我们大陆撤退以后到现在,平均的年龄都大概 都蛮高,接近80岁了 84,我们马祖几位老农民长辈,他平均也超过80岁了 讲起来,晚年生活照顾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有一些农民伯伯,他还认为自己身体很好 其实一场感冒,可能就无法照顾 我们现在就面临了,在这几天我们马祖有位黎长春,这个农民伯伯,他平时都还能开车啊 自己还有一部小轿车啊,开来开去 结果过年这个一段时间,吃坏了肚子,拉个肚子,就一直躺在病床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说我是认为,这个长期照顾这个部分,除了我们农民这个部分以外 就是说,能不能跟国家这个长期照顾这个可以做结合 因为未来,可能这个部分啊,比我们一般的还更需要 我不晓得您的看法如何 我们现在正在一直推长期照顾这个,那个照顾法 但是,好像帮农民这个部分仍然留在退伍会 没有纳到那个国家的长期照顾这个相关法令当中 在规划的这个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不晓得您的看法如何 各位问,常委员报告,长期照顾法的时候 我们当初在都有参与他们的讨论 我们的也算在长期照顾的范围之内 他只是中间有一个,说我们这些人员人数的变动啊 受地方政府的这些管辖来来合备 因为这一条啊,我们不同意 后来经过了三次以上的开会协调 现在原则上还是恢复原来,按照我们的 就是我们仍然是由上级机关啊 来核定,来管制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很愿意 把我们有的这些硬体设施 跟社会这个硬体设施结合起来 我一再的强调,在我们辅导会这边 我们尽可能,我们有的资源 地方政府如果有需求,有需要的话 我们绝对提供给它 像目前有马兰农家跟屏东农家 他们地方政府有这个需求 所以他们为了外人,外面的人进到我们这个区块里面来 我们提供硬体的设施 他们缴一点的设施费 然后呢,就在里面照顾这个周边地区的一般的中低收入户的百姓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 而且也应该跟他们结合在一起 因为以我马祖来看 当时我们马祖大部分是院外救养的这个农民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马祖现在所成立的农家 还是我全力争取,额外给他们有一个安生住宿的这个场所 但是也有人在建议说 像我们我们的大同之家 那个现在收入的人数也不多 实际上大同之家我们花了七千多万的这个金会 新建的非常漂亮 结合了老人家的照顾 结合了儿童 有那个妇女的这个叫福利园区 所以说也有很多乡亲讲说 哎呀,我们的农民伯伯们 如果未来这个地方农方要收回 或者那个未来的管理有问题 那他们可以不可以到这个我们大同之家 也就是我们福利园区中去住宿 当然这些还有待未来的这个协商 我们总是以农民伯伯的这个立场来出发 我们希望他获得更好的照顾 所以说才有想长期照顾 如果说不是善级主管机关 能够地方像我们马祖这样子 地方来统筹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反响 那我提供给你们做参考 这是应该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社会救助法 现在帮贫穷线往上提升 从我们原来只有25万人口 人的这个中低收入的这个数字 一下子提高到八几万 现在我们恍惚成为在野党攻击的说 诶 平权的人增加了 其实不是平权的人增加 是我们平权线提高了 照顾平权的这个范围 范围扩大了 那同样的农民这个部分 有没有配合着调整 还是说我们原来就比这个贫穷线要高 我们也在做放宽的动作 所以说我是希望说这个要相对的放宽 如果我们原来比这个就已经有高一点 那这次它调了以后 它的贫穷线可能就高过我们农民的那个审核标准 所以我希望说配合社会救助法 是那个实施啊 我们应该也要做一个适当的这个调整 不要变成相对剥夺 让我们原来享受的这个权益 那个受到伤害 这一点我请诸位 诸位能够留意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马祖现在一直 有争取那个 就是说823炮仗 金马自卫队员的这个救养 其实我找这个条文 退伍条例第二条啊 我现在这个抬头为什么是金马自卫队 因为我在这个同样这个修法过程当中 我后面有说 胡金马自卫队二十年也四同龙民 结果胡金马自卫队二十年四同龙民 没有办法那个通过 结果抬头这个仍然院金马自卫队 所以说国安部转里门的那个协调 一直都说这个金马自卫队 马祖的民众如果在金门湖823炮仗 也亲自参战的话 也可以 结果变成我们受伤害了 马祖的自卫队怎么会到金门去湖 湖自卫队呢 参加823的炮仗呢 所以说这个口会使不会啊 伤害到我们地方的感情 那这个也多次陈情 多次陈情 我是希望说 主委啊 你要针对着这个问题 就是说给我们民众 我们能争取的 我们全力争取 如果需要说明的 主委你下一次到马祖去的时候啊 你也应该邀请我们这些 这些陈情的 现在陈情连署的人很多啊 会造成一股重大 就是说跟社会重大的落差 他们感觉是跟路易特这样子 我有这个权利耶 但是我们我们所给的 好像他们所争取的 就好像打打在棉花上 暖啪啪的 一点效果都没有 让他们感觉很委屈 反而是我应该 我认为说 我们一边争取 民众争取是天经地义 但是政府的说辞 或者政府的这个规划方向 甚至于政府依照政策的这个说明 就主要弄清楚 这一点我是希望说 主委下一次到马祖的时候啊 能够视线安排 这样子一个座谈会 就跟路易特一样 去跟社会大众去做说明 不晓得主委您的看法如何 不要让我们马祖相亲 就一直成立在 这个悲情的这样苛救当中 我们认为 战地政务终止之后 这已经接近20年的时间 马祖没有人没有任何就是说 我们要继续那个 那个强调悲情 我们黄老师认为说 我们应该乐观进取 让马祖有新的 新的这个发展方向 不晓得你主委您的看法如何 跟曹伟 报告 您讲的这个案例啊 当初我在看到一个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直觉反应了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我的直觉反应 是 我说你的标题写的是 金马自卫队 金门有金门 马祖有马祖 后来他们讲说 马祖没有 823的时候没有炮战 那民众不是这样子讲啊 当时也有打几十发 或者上百发 没有47万发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是希望说 我当时曾经咨询 国防部 护部长吴世文 吴世文说 823炮战 喊马祖 我当时咨询 15分钟的时间 我咨询2分钟 我说你既然可以了 我就不咨询了 结果他掉天上 告诉我说 823不喊马祖 因为你讲的是台海保卫战 所以说823怎么解释 跟台海保卫战这个部分怎么连结 所以说你既然 你都可能误会 那我们相亲争取 当然有理啊 报委员 如果照你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叫他们再去 请国防部再去查 如果823那个期间 马祖只要有一发炮战的话 都应该算是什么 作战区吗 应该算吧 如果是这样子 你这个解释 我我我我 你这个是主管机关 对 不不不是我主管 这是国防部主管 这退伍条例第二条 国防部主管的只是审核 他的认定 你这样子讲话 我就好像我执群无事为一样 我不执群了 我谢谢你 这个东西就查 你要查 国防部查的 我们按照分配的 国防部查的是说 有没有参照 是国防部的这个 这个身份 是国防部认定 主管机关是你退伍会 对 然后民防自卫队的 我们九十年 一月一号 比照办理的这部分 他的身份查核是由宪正乎 所以说如果如你这样子所说的 我很高兴 我就不咨询了 因为我的决定权真的不是在我们手上 一发一块钱 这算